一个想吃粥,一个想吃海鲜,一个想吃泰国餐 今天趁着妹妹休息,我们来到了位于马赛的Family Moketa享用晚餐 他们最近推出了全新菜单,除了提供传统的泰式火锅外 还新增了一系列令人垂涎的新菜色 海鲜粥是Family Moketa的招牌菜色之一 以各种海鲜为主料,它的粥不是浓稠的质地 而是保留了饭力的清晰口感 搭配新鲜的海鲜一起煮,给予了粥汤更加丰富的口感 奶黄蟹裹上克制而成的浓郁奶黄酱汁 蟹肉鲜嫩,与奶黄酱绵密解充满奶香的口感相得益彰 如你想同时吃两种口味的虾 一定要点这份麦片虾和奶黄虾拼盘 一个香脆,一个奶香,脆香交融,口感丰富 泰式蒜香鱼,经过炸之后淋上特制的泰式辣椒酱 鱼肉炸的外脆内嫩,冰带有淡淡的泰式香料和微微的辣味,香气扑鼻 此外,充满泰式方位的泰式猪肉碎 泡米花虾球是厨师的拿手菜 将鲜嫩的鲜虾切成小粒后裹上面粉 经过炸之后外表金黄酥脆 一口一个,非常适合当下酒菜 酥脆小鱼炸得香脆 沾上特制的香辣黑色辣椒酱一起吃 是一道理想的下酒小吃 享用泰式美食当然要配上好吃的辣椒酱 他们不仅提供传统的泰式辣椒酱 还研发了一款特辣的辣椒酱 两款辣椒酱混合也有一番风味 Family Marketai新鲜的食材吸引了众多的食客 赶快约上你的亲朋好友 一同来到这里探索他们的全新菜色吧